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脑子里浸的水都是你将来要流出来的泪 你洗嘴去吧 你嘴真死 真的 我乐意不洗 先把眼睛洗完再洗嘴 看第二道题吧好吗 前段时间出去玩 在机场的时候看见一男一女正在吵架 女的说 那男的用国产手机不能上飞机 真有这规定吗 华华娘娘快点回我 用着国产手机 我小心肝噗噗噗的 哎呦 还说样子长得像肥龙 不让上飞机呢 谁说的我今天飞七万多公里了 谁都不知道说 我说肥龙 怎么 肥龙是谁呀 那个脑子进水的那个 吓死宝宝了 那我们都52了 装什么嫩 我本来就嫩 谁装嫩了 你呀 这件事啊 就跟那个广告一样 虚假宣传 人家宣传自己的东西怎么能叫虚假宣传 你看我上飞机 那副上天的德行 呦 怎么 容嬷嬷 我不应该长得比你漂亮 我该死了 我该死 你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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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娘娘 您是不是恨毒了容嬷嬷 恨她总是在您面前出风套 对对对 今天 我就好好听 教训教训她 你是不是想借着我上头条啊 是不是 听风就是雨 就是你 就是你 这鸡毛牌胆子真是好用 这两天两夜都没有坏 鸡毛牌胆子 最弱的终点 正义的化身 你 值得拥有 就是借着我草获 来人哪 把他给我拉进去 快点 怎么还在我坤丁宫卖上东西了 就是 来人 把他抓起来 放开我 放开我 鸡毛牌胆子 正义的化身 正义的化身 这进水了这是啊 还敢在我坤丁宫宣传 记住啊 从今往后 再有人敢这样炒作 别怪娘娘不客气 咱们练第三个吧 练吧 周末逛街 稀里糊涂被人拉进理发店 说知名造型师免费做造型 纪念后 造型师给我盘了个头发 前后也就一炷香功夫 竟然要了我三万银子 回家后我越想越不对 便回去理论 最后退了我两万五 皇后娘娘 您的御用造型师 这是梳个头发多少钱 钱 给什么钱啊 梳头发的钱啊 人家梳一次五千 我给你梳了三十年 千三百八十万两银子 我给你打一折六千万两 可以了 人家是知名造型师 你是个摸摸 你跟我要什么钱 那一是他说知名就知名 这你也信 啊 大家好 非常高兴大家来到凯文造型 大家听 我是你们的造型师凯文 我想问你们 你们是否想发家致富 想 你们是否想有车有房 想 你们是否想跟我月收入过万 想 那我请你们进入以下三点 第一 观察顾客是否是有钱人 那顾客有没有钱 我们怎么知道啊 这个东西问得好 你要看他的穿着绸缎 翡翠投差 是否拿的是驴包包 这样的话十九八九就是有钱人 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告诉他 本次活动只有三个名额 你是最幸运的一个 这样的话呢 过这只村就没这店了 有道理 明白吧 好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们要告诉他们 老师我的身份 哎 老师 那把你以前是推草瓶的这件事 告诉顾客不太好嘛 闭嘴 你们应该跟他们说 老师我是风流翹磨磨磨磨磨磨来了 专业的造型师 我主要是给一些演艺明星啊 还有这个皇后娘娘做 厉害 老师这不都是骗人的嘛 这位东京谁带来的 下回不要让他再进去 如果想挣钱必须这样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好 出去拉活去吧 好 下个 这种迷路渣男的诈骗 想办法解决呀 告诉衙门 今后如果再有人这样的话 罚款12万两 看到以后还敢不敢 就罚12万两 拉几个客人钱又赚过来了 那怎么办呢 要罚就网很罚 新家当产的罚 最起码罚的他肉紧 他才能记得住 也对 让衙门专门成立一个部门 专门监督他 如果以后再有商家敢犯这样的错误 就罚款 尚不封顶 你看怎么样 这好 那咱俩钱结了吧 结什么钱呢 你跟我要什么钱呢 怎么了 那我给你梳头的钱这么多年 你给我梳完头 皇上都不来见我了 你还跟我要钱 皇上不来见你 跟我梳头没关系 那你自己的问题行吗 行这样啊 如果你现在把皇上找来 要多少钱我给你 行不行 行没问题皇上娘娘 那我现在把皇上找来 那你办会员呗 办什么会员呢 会员便宜 以后你不管干什么 做护理也烂八头都大折的 找来皇上我给你办会员 你赚 我可以做一个线吹套餐吧 你每次线吹 别人二十你三十 给我找皇上 哎呀你放心 哎呀娘娘 我这身上一个药玉 药玉啊 药玉 哎药玉是那什么的 哎你把牛奶也行 牛奶拉紧皮肤 你老了 你需要这些东西来 哎呀 我魂的